法国星期三发生了恐怖分子血醒查理周刊的事故之后 法国政府星期四宣布将反恐警戒范围扩大到巴黎以北的皮卡地区 警方相信两名嫌犯已经逃到北部 故此在当地展开大规模的搜捕行动 至今为止警方已经盘问了19人 同时扣押了9名和嫌犯关系密切的人士 法国内政部部长卡泽纳夫8号指出 为了追捕查理周刊枪击屠杀案的两名主要嫌犯 并保障法国人民的安全 政府已扩大反恐警戒级别 至法国北部的皮卡地区 反恐警戒升至最高级别 大规模的搜捕行动星期四进入了第三天 凶手依然在逃 星期四早上两名主要嫌犯 萨伊德和谢里夫 在维勒科特莱市附近的加油站持枪打劫 维勒科特莱市正是皮卡地埃娜省的市镇 警方在埃娜河附近村庄 发现了嫌犯丢弃的汽车 并在车里找到一枚燃烧弹和一面盛战旗帜 警方相信嫌犯弃车后 徒步走进不远处的雷斯森林 这片森林面积约130平方公里 几乎和整个巴黎市一样大 法国警方包括反恐特别行动组 正在当地展开大规模搜捕行动 这一对嫌犯是两兄弟 分别为34岁的哥哥萨伊德·库瓦奇 和32岁的弟弟谢里夫·库瓦奇 据法新社的报道 一名美国反恐人员透露 两人很早就被列入美国的反恐名单 同时也在禁飞名单上禁止进入美国 其中弟弟谢里夫曾于2011年 在野门一个基地恐怖组织的训练中心 接受几个月的军事训练 另一名嫌犯18岁的哈米德·穆哈德 已经投案自首 至今为止 警方已盘问了19人 同时扣押了9名和嫌犯关系密切的人士 以便进一步盘问和调查他们 NTV7综合报道 NTV7组合报道